属龄生活与赛车的加油站有什么关联呢? 就好像汽车那样,我们都需要停站 盛奥司定就这样说过 你跑得很好,却偏离了轨道 所以我们每日都需要一些提醒 好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表现如何 良心省策并不是心理上的自我反省 它是祈祷的时刻 我们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那位神圣的医师 就好像赛车手进站的时候 他将自己的赛车交托给站内的工作团队 我们也要一样,让圣神检视我们的灵魂 让祂指出我们有没有活出天主的计划 让我们定下时间 在每日结束的时候 仔细调节我们的灵魂 天国的竞赛是值得我们努力赢取的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